開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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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開始了嗎? 第八章切削加工考古題 我們進到Part 4 第25題 來,我們來看第25題 第25題本身是105年統測 來,105年 待會兒我會下去檢查各位的筆記 來,我們看105年統測考什麼 來,我們看題目 有關切削加工 下列敘述合者正確 所以要選正確的 選正確的 來,我們來看A 車刀的後斜角 主要的作用是引導排血 這句話對應或不對應 柯 柯文 柯文哲 柯文哲 請問答案是A 對不對? 郭 來,郭同學 答案A正是正確 正確 來,各位同學 A是正確的 沒有錯 來,正確的 各位同學 來,我們看一下 課本哪邊有提到 後斜角 來,你告訴我 哪邊有後斜角 沒有啊,這三頁 五十三頁 來,各位同學 請你翻到課本五十二頁 五十二頁 五十二頁有沒有看到一個圖 來,看一下這個圖 有沒有看到這個圖 有沒有看到前仕圖 五仕圖 還有右側仕圖 不是,跟正 左側仕圖 有沒有看到 有哦 你在哪個地方有看到後斜角嗎 那邊那個圖 對,那個叫前仕圖 其實在那個前仕圖 那個後斜角把它圈起來 這個仕圖很重要 五十二頁這個圖叫圖 八之四圖 這個很重要哦 來,八之四圖 這個很重要 打一個星號 這是這個圖 涵蓋所有的特殊角 來,後斜角 我們看五十三頁右上方 這邊有敘述 老師幫你畫重點 來,斜角又叫傾角 請你把傾角圈出來 請腳 請腳就是傾斜的意思 斜角又叫傾角 對,斜角又叫傾角 請腳是誰 誰在睡覺 那個,來 他怎麼了 叫他起來 OK 嘿 上課睡覺 可以起來嗎 可以哦 來 來 這邊 他主要的用途是引導排泄 請你把引導排泄牽起來 這很重要哦 很重要哦 所以他以車床為例 車刀為例 有後斜角邊斜角 請你把後斜角邊斜角圈起來 來 後斜角你看前示圖 就是刀具 它是不是長這樣 對不對 看前示圖啊 這個叫做後斜角 對不對 那邊斜角就是看 從旁邊看過去 就會有邊斜角 OK 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引導排泄 請把引導排泄牽起來 所以這題答案選A 很重要哦 斜角的功用是引導排泄 很好 所以A是正確的 所以這題就是選A 請把答案寫上去 快講完了 B 所以B C株都是錯誤的 那我們就要來找出 到底要怎麼定證它 來我們看B的選項 機械刀口 畫號BUE的連續缺陷 其循環過程是形成 脫落分裂成長 來請問郭同學 這句話選項是錯的 你覺得要怎麼定證 第幾頁課本有講到 給你3秒鐘 2秒鐘 1秒鐘 幾號 58 58頁 58頁找不到 講錯了 來59頁這邊 好好喔 對啊差不多了 你不要畫 差很多 來各位同學 59頁第三小點 機械刀口的連續缺陷 來我們把連續缺陷圈圈起來 這個叫做BUE BUE就是後面的Build Up Edge 請你把Build Up Edge圈起來 也就是在第四行BUE 這個字你常用到 常看到一定要記起來 BUE 這叫做刀口機械 它下面有紅字喔 紅字它是在講它的循環四步驟 這個你一定要畫線 打新號 形成 先有一開始的形成 再來 成長 分裂 脫落 這個就像男女談感情一樣 對不對 這裡誰有偷交男女朋友 你 好 請問你跟你的另一半 一開始 一開始是不是會有艾苗 一開始點燃 對不對 對 他在看它的另一半 好 一開始的艾苗點燃就是形成 對不對 後來你的感情越來越加深 就是成長 對不對 後來是不是會分裂 會分開吧 你跟你的手不會分開嗎 不會啊 會分開 再來 最後會脫落對不對 因為你不愛他 你會把手切掉 知道嗎 所以這一題請你把它正確的順序定證上去 這一題它講的是形成 脫落 不對 你怎麼會一開始形成就不脫落 手就切斷 不可能 知道怎麼定證齁 我需要你在發的補充資料上 去把它定證喔 自己寫囉 我不寫囉 形成、成長、分裂、脫落 這個就像你們 就像你寫上去哪 like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boyfriend boyfriend girlfriend 知道齁 你們VUE這個循環過程 就像男女朋友的交往 這樣OK齁 所以B 不對齁 你要會定證齁 錯 這樣OK齁 好 再來我們再看C C的選項 這樣會定證齁齁 自己寫齁 我們剛剛下去檢查齁 好 再來C 車刀於切削中所受的三個主要分力是軸向、切線、近向分力、切線 他說以軸向分力最大 錯在哪邊 61 各位同學 來 翻到61 哇 來看這邊 61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車刀的三個分力 這裡打一個信號喔 來 現在打信號 他這裡有講到齁 有三個分力 是切線方向、軸向方向、軸向方向、軸向方向、頭向 比如說這個是車刀的空間 對不對 什麼是切線方向 切線方向叫做FR 對不對 這個叫切線 從前面看叫切線 軸向分力 FV 軸向分力 看得到齁 軸向分力 再來 鏡向分力 鏡向分力叫FH FH 怎樣 H 看得到齁 這叫做鏡向分力 H 看得到齁 FH 所以你要知道這三個分力 他這裡說 以哪一個分力最大 來 哪一個分力最大 這裡 裡面有敘述 來請看 切線分力又叫FH 又叫做主分力 請你把主分力圈起來 主就是主要的意思 所以切線分力是主要的 主要的 它甚至還告訴你百分比 百分比是多少 百分之67 所以它是這三個分力中 最大還是最小 最大 對齁 主要就是最大 所以請你請 在課本上最大 所以這題選項齁 你要會定證 不是以軸向分力最大 而是以切線分力 知道你自己定證改成切線分離最大 現在寫上去 課本如果要考的話 你要知道哪一個最大哪一個最小 我現在告訴你話的重點 哪一個力量最小也就是百分比最小 現在看 切線已經占掉了 所以剩下軸向還有鏡向對不對 哪一個最小 鏡向 所以鏡向最小 鏡向分離最小 所以課本要圈起來 最小 OK喔 課本 第六十頁 這有一個圖 請你再鏡向分離最小 圈起來 這樣OK喔 好 再來 珠 你看 C也不對 這樣知道齁 珠 我們看珠 螢幕說水溶性切削劑 適用於鋁的切削加工 好 剛才郭同學有說在六十三頁 來 這裡有對 沒有錯 這裡有講你們的切削劑種類 現在看 來 老師帶你們畫總點 這裡的切削劑種類有 固態 氣態 液態對不對 液態裡面分水溶性跟非水溶性 其中水溶性 你把水溶性圈起來 它是以冷卻為主 冷卻圈起來 有水才會冷卻 對不對 非水溶性 你可以想像就是油嗎 它是以潤滑為主 所以請你把非水溶性圈起來 後面寫 潤滑為主 潤滑圈起來 OK 你看喔 這邊有講到水溶性切削劑裡面 裡面有一個叫做調水油 什麼叫調水油 就是油跟水混在一起 把它打 你有沒有試過 試過把油跟水放在瓶子裡 這樣一直搖一直搖 會怎麼樣 油水會混在一起 暫時會混在一起 它會變成白色泡沫狀 所以這裡又叫做 乳化油或太骨油 這樣知道齁 來 我們看這一題的敘述 它說水溶性切削劑 適合用鋁的切削加工 各位 你看下面的表 好 有沒有看到切削劑的選用 這個有一個表 你看一下鋁適用於水溶性切削劑嗎 現在請看 把鋁圈起來 鋁它旁邊寫切削劑 適用於什麼 鋁油肌 潤滑劑溶解油或蘇打水 對不對 所以這一題不是用水溶性切削劑 所以請你把水溶性切削劑打擦 我們在鋁的切削的時候 我們會用鋁油 鋁油好不好買 好買的用命 你知道去哪裡買鋁油嗎 打火機賣店 不用 油賣 不用那個地方買 你猜什麼地方 超級好買 加油站 對 加油站 很便宜 加油站就可以擺到沒有 像有的人 你有沒有在騎重型機車 我沒有 班上有些人 重型機車不是有鏈條嗎 他們就用鋁油或用柴油去洗 就可以洗得很乾淨 我那一台有時候就會用那個去洗 去加油站買 這樣知道嗎 加油站可以買 買一罐四五十塊而已 那可以一罐打火機買 蛤 而且打火機不是用沒有嗎 打火機用沒有 對 但是打火機真的很便宜啊 太少了 我要洗整個鏈條 我不會用打火機的 好不好 好 所以就講完囉 豬知道怎麼定證了 他不是用水溶性切削劑 不是用水溶性切削劑 哦 這樣完 這樣OK 齁 好 幫幫忙停車 我一個 你有點過動 沒有 我不過動 我們會站好 請坐 謝謝老師 我不過る遇渣